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啊 动身跋涉千里啊 我现在在杭州 我后面呢就是万松书院啊 这个万松书院是个什么地方呢 是梁山伯和祝庸台来这里同窗三年的地方啊 好多人可能只在电视上看到 今天我们就来实际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眼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书院的品字牌坊 品字牌坊呢 代表了书院的三个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字 分别是万松书院 太和书院 还有夫文书院 书院的前身呢是鲍恩寺 鲍恩寺始建于唐真元年间 那么这个书院有什么特点呢 它被赋予了梁山伯和祝庸台的爱情故事 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 前面这是一个半尺 因形似半月顾名半尺 孔庙多见 一夜雨生梁道梦 万和夜上宋秋来 古往今来啊 无论是这个李商尹 还是杨万里 都对何华有极致的赞美 我们从万松书院这个牌坊进去 然后我们再说梁山伯与祝庸台是怎么回事 他们俩呢是在这个万松书院学习了三年同窗 但是呢梁山伯有一个特点啊 他始终没有看出来祝庸台是个女的 这也挺奇怪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放到现在的话也不至于看不出来男女 高山扬指呢就是说取自于司马迁中对孔子的敬仰 高山扬指仅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走这个台阶呢我发现有一个特点 我数了一下七七四十九阶台阶 每七阶台阶有一个平台 什么意思呢 从养圣门继续往前走啊 这里的故事呢属于杭州版的梁山伯与祝庸台的故事 那么什么时候和万松书院扯上的关系呢 是源自于明末清楚的一本书叫做同窗记 全国各地呢自称是梁柱故乡的地方不下十个 其中还有的地方发现了梁柱和藏墓 还有梁山伯和祝庸台的单独墓 更有甚者发现了马文才的墓 河南辱南呢是这么说的 说是马文才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最后还为梁山伯和祝庸台守墓了 这个也挺神奇的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前院的景色 我们接着穿过这道门看看里面是什么 其实我有点羡慕古代的学子啊 因为他们的环境居然是这么的好 现代的环境也不一定有人家这么好 我们稍等一下再来讲梁柱的故事啊 因为还有更神奇的故事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前面的明道堂啊 那么明道堂是个什么地方呢 明道堂就类似于现在的教室是集中授课的地方 但是现在呢是一个科举的大型3D彩绘的一个展示馆 和科举有关的展示馆啊 看看里面的立体化 这个做的相当的逼真 我觉得这个艺术水平相当的高 包括这个小屋里的人都有造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这么好的一个景区才只要10块钱 但是这里呢依然是人很少啊 估计最热闹的时候应该就是杭州相亲的时候 来这里的人会比较多 因为在杭州呢万松书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高端相亲藏所 我们再从明道堂折出来 折出来以后我们看看这个院子里还有什么其他的建筑 这个建筑呢叫做居人寨 居人寨是干什么呢 学生上自习和住宿的地方 这里也是非常的高端 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里呢现在已经改造了 经过改造的这个自习室呢是什么样的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上面门头上有四个字 然后门的对面呢是一个讲台 讲台上呢有一幅画 画的是当年教师授课学生的一个情景图 我们接着往里走啊 然后这里面就是学生上自习的桌椅了 这个地方看起来好高端呀 但是如果这样的灯光下 我觉得学生应该是看不到什么字的 太暗了这灯光 旁边这个月形窗呢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梁山伯与朱英台 这应该就是两个人的雕塑吧 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啊 天仙佩白蛇传 孟江女护长城梁柱 其中呢梁柱我觉得还是最为靠谱的 从明道堂的后门出来啊 我们沿着这个指示牌走啊 我们要去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要去梁山伯和祝英台去学习的地方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精华的地方 是很多人都容易错过的地方 所以我们坚决不能错过 这个地方叫做玉秀阁 是梁山伯和祝英台传说中同窗三年的地方 我们进来看一下啊 其实呢有关梁柱啊 还有一个更为传奇的版本 就是在山东的一个村子叫做祝家楼村 这间呢有一个风俗就是梁柱不通婚 演梁柱的不准进村演 这个让人十分的费解 这里面好漂亮啊 真的 我觉得花十块钱来这里非常的值 因为我们看一下背景那个屏幕啊 风花雪月四季变幻 真的很漂亮 带有一种立体感是3D效果的 这里呢还有一个有关梁柱的介绍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最早始于西进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小电影 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很多游客都错过了 这个电影在哪呢 就在我们刚才看到的梁山伯鱼 祝英台雕像的左边啊 看一下 这是马文才取信 上面起码的就是马文才 这个电影厉害的在哪里呢 就是他马文才背后的石井 那是石井啊 就是说是真的东西 而用电影投屏 与石井融合非常的高明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 反正我是没有见过 这个故事呢 最后的结局就是说 祝英台呢 非要在马文才取信的路上 啊 见一下梁山伯 拜一下梁山伯的墓 后来呢 一道闪电下来啊 梁山伯的墓裂开了 然后两人化作蝴蝶 双处双飞 咱们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麻烦您帮我点个赞 谢谢